我的名字是Fiu La John Getzong 我的中文名字是张良念 因为苏联兰和中国都有好关系 公社学员给向我这样的苏联兰人提供了学习汉语的机会 这对我来说就是梦想称诚 我终于可以学中文了 2018年5月我成为了公社学员的学生 刚开始的时候感觉真的很难 特别是汉语有不动的声调 对我来说每一节歌都是一直交参 但是满满的水汉语变得越来越有意思 都现在我已经拿到了朱吉一二三的证书了 我本来有在三月底参加朱吉四的口试 但是因为新患肺炎我们国家进行了封锁 今晚如此 我还是设许在网上上课 并开始随时终极一的课证 上网课我感觉很好 我真的很喜欢 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并且做得比以前好得多 随间的两色考试 我都做得很好 但是我还不是很满意 我要多多脸色 我的目标是口语和书习完全没有问题 我真的很喜欢随时中文 但汉色很难写 因为有很多笔画 为了写得好 必须没见脸色 并且有很认真的写 所以写汉色 并不舍我的猖想 说喜欢 我真的不喜欢写汉色 我很努力地想 找到一个随汉语的好方法 刚开始随时汉语 是公司随眼 有很多活动 想中国文化 修法 美式 英语 和语气 什么的 我很喜欢这些活动 因为这些活动 我开始是听中国科剧 看中国电影 我从成龙哪里学到 如果你想学好一门外语 你可以听他们的科剧 看他们的电影 听中文科剧 和看中国电影 对 国大声色量很有帮助 虽然我已经学汉语 两年多了 但是说的还不是很流利 我觉得有学好汉语 还需有一段时间 但是我一定不会放弃 但是我一定不会放弃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猜疑比赛 这个比赛说明公司学员 关注这学生们的进步 我很高兴 我是公司学员 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这里 我要感谢公司学员 在苏里南汉语 有学中做的工作 也感谢公司学员 为想去中国 随心的苏里南人 提供了几回 这些都会使中国和苏里南的关系 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我的演讲结束了 谢谢大家